攀鱼农业生态游的第一站 就带大家来到 攀鱼最古老的村落 大岭村 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 原名蒲山村 它位于广州市攀鱼区 十楼镇西北面 被依蒲山 三面环玉带河 行走在古色古香的大岭村里 历史沉淀的痕迹 随处可见 在这里探寻清康熙时期的历史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站就是位于 攀鱼区狮子河畔的凌花山 新扬城八景之一的 联峰观海就是这里啦 这里原本是一座采石场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遗留下无数雄伟壮观的 红色沙岩悬崖 每年6月到8月都会有莲花节 不仅可以赏莲花 还可以吃莲花宴哦 放暑假了来这里赏花 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哦 第三站是与莲花山 一合之隔的加塑农场 我们可以在无公害果园 亲自采摘新鲜水果 熟获香甜 远离城市的喧嚣繁杂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尽情享受温馨平静的田园生活 最后一站是位于 珠江入海口的海鸥岛 在这里可以沿着海滨战道 散散步吹吹海风 真的超级放松 这条乡村游玩路线 趁着周末假期 过来玩一圈吧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